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真的是凭了一腔的热情过来 但是你真的到了这里之后 你就觉得可能不是单单凭你一腔热情 就能完成这场工作的 我叫周平 我是来自于上海市光华中西结合医院 目前是在武汉三医院的光谷医院区 17楼达人一线的护理工作 这次我们上海市原厄第三医疗队的 物理队的一个队长 我们是1月28号包机到这边的 往路上真的看不到任何的车 任何的车 这时候就感觉可能这个一切要比我们想象中的 可能要更加严重的 第一次我们进病房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我透不过气 我有种冲动就想把这个口罩给撕掉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自己永远是处于那种缺氧的状态 我呼吸永远是要张口呼吸的那种感觉 浑身上像哪哪都不舒服 就是适应这一套装备 我觉得是最困难的事情 我们所有在病人这边做的一些生活的护理 治疗上的护理的药 都是风险非常高的一些操作 其实 我的防护服务炎的时候 就是我口罩有漏风 或者我脊部皮肤没有浇盖住 就那一刹那可能会感觉有点害怕 因为我们这一套防护服的有效时间是四个小时 我们就四个小时一轮 几乎是一刻不得闲 很多年老的失智失能的这些老年人 他喂饭喂得不好的话 他也可能发生一个哽咽这样一个意外事件 包括我们很多病人也就是很烦躁 会把我们的输液管 呼吸器的管路很无意识地拉掉 换着这个擦干净 别动嘴巴张开 那我们怎样保证这些约束带的一个正确使用 怎么样放慢速度去配合我们这些病人 能够实施一些有序的安全的一些护理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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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位置吗 手 转过来 转过来 床要摇起来一点对吗 不是 要干吗 坏了 摇的 摇的坏了对吧 对 我们有一个病人 他就隔几分钟就会打一次0 早上8点到晚上8点 整整12个小时打了92次0 一会儿他就觉得我要喝口水 一会儿就床太高 一会儿床太低 一会儿要手机 一会儿要拿纸 真的是分身乏术的那种感觉 病人的个体是不一样的 我们观察和护理的侧重点不一样 我们护士承担了很多很多的 服务方面的一些工作 后来我也反省了一下 是不是我们什么地方做得还不够 那我也去重点观察了一下 其实这个病人的生活也好 作息也好 其实是很有规律的 那我们其实没有考虑到病人的 整个一个生活的一个延续性 后来的妹子都是在他 某些诉求之前 主动地到病人这边去 给他喂药 喂饭 做任何的事情 而且我们会半个小时寻视一次 加上询问为主 给他安排好每件事情 所以后续的人他打定的时间也少了 护士的工作难度的话 尽快地缓解他们这样一种病痛 保证这些病人的一个用药的安全 治疗的安全 护理的安全 就是在这些安全隐患上的防范上 每次进病房之前 我要把我所有的物品 全部要准备一下 我九样东西是不是都带全了 有没有遗漏 只要自己的防护工作做好了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多少克 这一次给病人 开始吃那种四分之一 那么小的药 要吃四分之一 然后我用这个剪刀剪 然后就把两层剪掉了 然后觉得还好没剪到肉 其实也不用剪掉 没关系 因为这个病去世的病人有那么多 我们能够治疗好 其实我们是最有福的人 你要抱着这种心态去过 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我前两天西上西下的时候 我也自己到外面稍微走了 走到那个中南民族大学 然后我也随手拍了这张照 我也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 定了一个位置 我说武汉的冷清只是暂时的 明年这个时间这个点 我同样在这个地方再拍一张照 然后我要对比一下 我说武汉肯定会回复到以前的繁荣状态的 等疫情结束了 我还有一个心愿 因为我们对面是华中科技大学 后面有一座瑜伽山 其实我很想去排一爬这座山 到武大看看樱花 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美 武汉希望你能够加油战胜疫情 谢谢大家